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最近四年一届的全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当中 赛场上的各位运动员们自然就成为了讨论的焦点 这些年以来运动员们不光成绩越来越好 水平越来越高,就连颜值也都跟着水涨船高了 在东京奥运会,像卢玉飞、熊敦汉这样颜值 与实力艰巨的运动员就已经得到了不少关注 如今全运会开幕,运动场上的美女选手更是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下面就让我来为大家盘点一下本届全运会上的美女运动员吧 01熊敦汉水球这个项目虽然在中国算是冷门运动 但熊敦汉却成功让这项运动走入了不少人的视野 前不久,刚刚在东京奥运会上阴言直出圈的他 这次在全运会上又凭借一张绝美证件照走红网络 熊敦汉不止长相好看,成绩也非常不错 这次他也和另外三位湖南姑娘一起帮助联合队拿下了一枚金牌 属实算是颜值与实力艰巨了 02,杨淑宇谈到在东京奥运会上最受女生喜爱的运动员 就不得不提到杨淑宇了 杨淑宇是三人篮球项目的选手 因为他留了低头利落的短发,许多不认识他的网友 乍一看可能还会以为他是个帅气的男生 其实他留长发的时候也是个长相清纯漂亮的女孩 这次他代表奥运联合队参赛成功拿下了女子三人篮球项目的金牌 也期待他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展现出更加优秀的风采 03,卢玉飞卢玉飞算是在东京奥运会上最惹人注目的体操运动员之一了 当时他在赛场后笑起来对镜头笔心的画面 田的解说员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次参加全运会 卢玉飞虽然错失了体操全能和平衡目项目的奖牌 但却拿到了高低杠项目银牌的好成绩 这也是继1997年第八届全运会之后 河南体操运动员拿到的第一枚全运会奖牌 在完成自己的高低杠比赛之后 卢玉飞也再次向着镜头笑着比起了心 希望他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能够继续努力 不留遗憾 04,韦小元除了参加过奥运会的几位选手 这次全运会上也有不少新鲜面孔 比如和卢玉飞一样 以高低杠健常的运动员韦小元 这次也凭借超高的颜值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他带着绿色蝴蝶结穿着一身浅绿色体操服的样子 也被不少人评价像是从森林走出来的仙子 更难得的是 韦小元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 但却已经凭借优异的表现 取得了女子体操全能冠军的好成绩 相信他在未来的比赛中 也一定能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荣誉 05,刘湘当然了 说到美女最多的队伍 必然少不了游泳队的名字 一贯有泳坛女神之称的刘湘 也是本次全运会上备受瞩目的运动员之一 无论是在身材还是在颜值方面 刘湘都是堪称一绝 虽然遗憾未能参与东京奥运会 但在这届全运会上 刘湘的表现确实完美 他不仅帮助广东队拿下4成100的银牌 还在女子50米自由泳的半决赛中 以总排名第一的好成绩晋级决赛 在决赛中他更是以23秒97打破亚洲记录的成绩成功摘金 如果能够稳定自己的状态 相信刘湘也一定能够取得令自己满意的成绩 06,赵丽娜 如果要在足球这项运动里 挑一个帅哥美女最多的位置 我一定会选择门将 原因自然是门将基本都有手长腿长这个特质 但身材这方面就已经赢了一半了 女足门将赵丽娜便是一个典型代表 赵丽娜的长相是玉姐那一挂的身高腿长 说是赢了大部分女明星也不夸张 她也是个很爱玩社交平台的运动员 平时经常会在上面给粉丝们分享自己的生活 也会教大家一些足球的技巧 这次代表上海队出战全运会 她虽然遗憾输给了国家联合队 但还是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 绝对算是实力与颜值艰巨的运动员了 07李美珍这次代表福建出征全运会的女子 1万米长跑运动员李美珍 也是人如其名相当美丽 早在去年李美珍就曾因为一次在赛前准备时对着镜头微笑笔心的画面 被不少网友关注到 除了长相漂亮 李美珍还是上海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的研究生 这次她参加全运会本来也是抱着集中冲1万米拿个好成绩来的 可惜因为失误没有能够拿到奖牌 即便如此 李美珍还是很快的投入进了后续自己几乎没有准备的马拉松比赛中 从一开始害怕自己跑步完到最后坚持下来 还取得了第九名的好成绩 相信如今才22岁的她 以这样的毅力坚持下去 一定能够取得更加优秀的成绩 08夏思宁今年竞赛项目靠美貌出圈的运动员除了李美珍 还得算上夏思宁一个 夏思宁是自于湖南少阳的一名100米跨栏运动员 目前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 虽然刚刚18岁的她 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 却还是吸引了无数网友们的关注 这原因自然还是她的颜值确实过人 在本届全运会上 夏思宁13.49秒的成绩虽然不算亮眼 但在年轻选手里确实已经算是不错了 这次有了全运会的经验 相信她也能够在大学生活里取得进步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09少雨琪除了竞赛 今年填赛项目也有不少漂亮的美女运动员 比如跳高项目的少雨琪 她就凭借一张阳光下的侧脸照成功出圈 身高175的她长相清纯 一双大长腿非常亮眼 侧脸长得有些像刘亦菲 还被网友们称赞像是青春剧里的女主角 虽然这次她没有能够摘得奖牌 但才刚刚19岁的她 仍旧有许多潜力值得挖掘 值得一提的是 和今年在东京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的杨倩一样 少雨琪同样就读于清华大学 运动学习和颜值样样都有 这人生经历果然像是从电视剧里走出来的 10 陆佳文本届摘得全运会 女子跳高项目金牌的运动员陆佳文 同样也是一位美女 和许多跳高运动员一样 陆佳文身高很高 甚至达到了178 这腿长和长相自然也都是一流水准 除了颜值 更重要的是她的成绩也相当好 2002年生上海小姑娘陆佳文 早在17岁便成功取得1.90的好成绩 在全运会上 她首次尝试1.92的高度 没想到在最后一跳中成功达标 一举拿下了金牌 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 惠火结语这些年娱乐圈到处都是没有什么实力 但却总能收割一大波粉丝喜爱的明星 但这些为国家争光的运动员们从小开始 便全身心的投入进了辛苦的训练中 身上的伤一处接一处 即便最后熬过了艰辛的时光 好不容易拿下奖牌 站在世界的顶端却依旧嫌少有人关注 在运动场上实力自然是第一位的 但如果能够靠着颜值吸引到更多观众 改善整个体育行业里运动员们的现状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 也希望各位运动员们都能够保持初心 不要被外界所干扰 做到努力训练 在比赛中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